你好 我們請這個工作人員 先送上麥克風 我們要請韋妮 先跟現場的大家先來說個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韋妮 很開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落實環包 對 今天感覺身分不一樣 不是model 不是演員 而是一個設計師 所以我們就要讓韋妮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韋妮很喜歡這個海上運動 我經常去海邊從這些衝浪啊 夏天的活動等等 所以你之前有參加過一些近攤活動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實際參與之後感覺怎麼樣 其實就像剛剛影片看到 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想像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垃圾 或者是塑膠在海灘上面 甚至是海裡面 那像其實我其實真的才從墾丁回來 然後你會發現到說 因為其實因為海漠的關係 然後海岸上面好多飄落墨 然後海裡面好多的塑膠袋 更是利益物啊 甚至是因為可能是中秋節的關係 然後會有很多竹筷子 然後是草嫩棉子 你沒有辦法想像他們在海邊做這麼多活動啊 對的 所以那個畫面真的會感覺蠻震撼的 所以希望你可以藉由今天這個活動 真的呼籲大家要重視環保這個議題 所以就要讓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一次化身成為設計師 所以特別跟大家聊一下 你跟這伊萊特斯之間這個合作的這一條緣分是怎麼樣被牽起來的 其實我覺得很奇妙 因為我想應該也是因為我喜歡去海邊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其實這件環保就是台銅嘛 我覺得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做 我覺得是一種一拍即合的感覺 所以你的韋寧喜歡海洋 剛好我們又知道這個 伊萊特斯的這種企業的綠色概念 跟你覺得一不謀而合 所以就一拍即合 就產生了這個非常愉快的一個合作的火花 不過呢我想今天男的韋寧現身在我們記者會現場 能不能請你就是以自己本身這個環保小兼兵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平常有一些什麼樣的環保小兼兵嗎 其實很多耶 像譬如說最基本一定是環保塊的 對,環保塊的一些膝蓋 像現在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覺得環保很重要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樣落實 像譬如說還是很多人 譬如說咖啡灑還是有習慣拿衛生紙擦 對 對,其實應該是拿我部分比較環保的 像譬如說因為我自己有煮東西的習慣 所以我在洗你的時候會把薪水流下來洗碗 或是拖地 對,然後其實很多 像譬如說我覺得最基本的入門方法 就是有一個環保的產品 對,那會幫助你很多 OK,所以剛剛這個韋寧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方說你可能隨手就是關水啊 關水電啊都是一個環保的行為 然後呢,提到過了 可能開始自己去採買一些環保的綠色商品 也是愛護地球一個最好的開始 對,所以今天就要讓大家聊聊看 為您自己這一次幫我們這個 伊萊特斯所設計的 台灣版的海洋概念機 請問你的產品名稱叫做是 Sea World嗎 對 Sea World 然後呢,它是一個蠻特別的 第一說全球只有你在 直立式的吸塵器上面 做一些藝術的發表的設計 所以跟大家可能簡單先聊一下 你希望給大家有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最一開始,因為它是二合一的 對 然後其實呢,因為它中間是可以 這是我畫的啦 那畫的 對,對,對 中間呢,其實它是可以拿起來的 就是方便使用 那你其實中間拿起來 其實你可以吸一些 對,對 或是床單啊 這些比較細節的地方 所以呢,那地方 因為它可以可取式 所以我就把它想說 因為是代表台灣 所以我把它想成一個台灣地圖的理念 用很多藍色、綠色 包括日本的地球的顏色 把它設計在那上面 然後呢,因為我覺得台灣 其實也有很多很美麗的海洋 對 所以呢,我就是把底下那邊 本來我設計是 因為代表台灣就是台灣啤酒嘛 對,很白脫 對,所以我最簡陋的設計就是 我想說把藍白脫跟台皮 然後插在海灘上 哇塞,感覺是從台灣喔 然後那是因為設計師呢 覺得說還是要美感一點 然後還是可以做的 再更細緻跟精緻一點 所以呢,我們就 除了把墾丁放進去之外呢 還放了南北極 因為最近有種荒野嚴重 它的地層會融化 對,所以呢 我就是把企鵝 用台灣啤酒 剪成企鵝的形狀 等一下 對,等一下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對,然後呢 我就用藍白脫呢 把它那個藍色部分呢 剪成海浪 對,然後跟沖浪板 然後讓企鵝在上面沖浪 沖浪浪 喔,很擁有的感覺 對,然後上面呢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北極熊的足跡 然後它就會變成融化 或是它已經沒有東西吃了 它開始跑到別的地方去找出 它可以生存的空間 所以迫使這個北極熊 必須要離開它們這個生長環境去逆食 對,對,對 OK,所以有一些北極熊的足跡在上面 對,對,對 所以聽你這樣講 感覺這個小小的吸塵器上面 真的是包含了很多你個人 對於環保一些設置的理念跟想法 對,對,對 不過呢,除了這個發想的過程當中 也是要很謝謝 有另外一位這個協力的執行的設計師 對,對 所以我們這個張百寧,張設計師 對,謝謝,謝謝 謝謝老師 真的辛苦了 一起的兩位奇心協力呢 祈到出這個非常非常棒的火花 對,對 好的,設計師辛苦你的請坐 謝謝 那當然呢,等一下就是會現場 讓大家看看這個實體 實機,Sea World 海洋世界到底長是什麼樣的模樣 讓大家可以這個清楚的做分享 不過呢,我想呢 這個最後在揭曉我們的這個海洋概念機之前呢 一定要讓這個鬼靈 是不是可以牽牲呼呼大家 怎麼樣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就是 落實環保 還是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很棒的環保小精兵 我覺得像我自己的話 最容易的就是因為有時候工作的關係 對,所以我盡量就是能不噴髮膠就不噴髮膠 對,我覺得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對我在工作來講 我覺得我不噴髮膠其實是很輕而易舉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我覺得說如果說是大家一般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 我覺得先使用一個環保的產品 對,即便是它稍微可能 跪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是為了你之後 你的後代 或者是說你現在有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 因為環保大家都只是這樣講 但是這樣要落實的話 我覺得真的有一個環保的產品 是非常重要的 OK,維尼這個建議呢 非常的實用也很中肯 可以從這個身邊擁有第一項 這個綠色環保商品的先來入門 我們先來開始做期